这儿 来 这正好有个空 谢谢啊 别放这儿了 那我先去忙 嗯 去吧 去吧 怎么办呀那个 平白无故的 干嘛送我一碰花呢 还有毒 这种花花茎扁平 形似另见 花似睡脸 所以它叫另见荷花 最重要的是 它有追忆的花语 追忆 这是换着发 在提醒我呢 它提醒你什么呀 上次工作汇报的时候 问了我几个问题 这个花倒不值多少钱 但这个花盆 是方侧脚千桶紫砂盆 这么大的面积 看成色 也有些年份 您是行家 只是喜欢而已呀 岳阿姨 要不您把这个 拿回去养吧 我这 我这也不好照顾他呀 这可是徐司 恨意送给你的 你就送给我吧 为他想得出来 人家送花都送什么 愿违百合马天脸 他倒 一出手 送我一盘什么 令剑荷花 也不知道他几个意思 他几个意思不用管他 但是花心思是真的 你跟他之间 我一直想提醒你 徐司是一阵好风 腾月也需要介事 但如果你喜欢他 顺其自然 如果你不喜欢他 接下来你要做的 就是要把握好分寸和这个度 投资圈的男人心思缜密 花样又多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跟他翻脸了 我怕你会吃亏 哎呦 月阿姨 还没到那一步呢 而且 只要腾月能好就行 如果没有腾月呢 你会怎么对他 可是并没有这种假设呀 因为我有腾月 我现在啊 就只想把腾月发展起来 给腾月找一个 合适的设计师 在这之前 努力卖鞋 挣钱 哎 对了 杨姐那边那三家旗舰店的 审批下来了吗 快了 但是批下来之后 咱们得有新鞋上架才行 设计师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在这之前 咱就先暂时在网上 卖人那批散户鞋带款吧 我这几天再想想办法 看看招招网红 直播带带货什么的 先把销量搞上去 我给你 花收到了 谢谢你 我 怎么突然送来一盆花啊 喂 花收到了吗 哦 收到了 我这一忙就忘跟你说了 那可是我的宝贝 你要好好照顾她 那 那太贵重了 你要不搬回去 哪有送出去的东西 还收回来的道理 我在你眼里 就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那万一 我把你那宝贝弄死了呢 她什么样 你就什么样 哎 哎 哎 开玩笑的 我的意思是啊 我家里还有一盆 然后就把这盆 跟你的仙人掌做个伴 啊 我听说这花也是仙人掌刻的 嗯 行吧 谢谢啊 嗯 嗯 你还有事吗 我没事了 你呢 没有 那我挂了 哎 秒挂我电话 你这是想通还是没想通啊 辣手脆一会儿 设计容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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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